現在教最後一個重要的有機化合物叫做紫類 紫是一個方法做出來的 什麼方法做出來的 有機酸跟醇 有機酸跟醇反應會產生一種具有香氣的 有一種味道的香味的化合物 這個化合物就叫做紫類 所以它就會有一個通勢是你要背的 什麼通勢是你要背的 有機酸加醇會產生紫加水 叫做中文通勢 有機酸加醇會產生紫加水 這個是中文通勢你要記得 有機酸跟醇的反應會產生紫類 然後它會跟單一下的中文命名有關係 那是你要學會的事情 會產生紫類加上水 那這是它的英文 R1COH就是酸 加上R2OH就是醇 酸會變成R1COH 加上R2OH 叫做紫加上水 那R就是CmH2N加1 比如說我這邊舉了一個例子 那叫做乙酸加上丁醇 會變成這樣的東西跟水 那就是你中文上要會的事情 這是一個錯誤的解法 就現在講的是錯的 為了你方便記好記的 就是有個酸 酸會解就是氫離子對不對 所以酸就幹掉一個氫 那唇有OH對不對 幹掉一個OH 把兩個變成什麼東西 水嘛 然後把它接起來就是R1COHR2 這樣就變成你的紫類 這樣子就好記嘛 酸幹掉一個氫 OH幹掉變成水 可是這是錯的 這個說法是錯的 這個說法是錯的 它變成水的時候 並不是酸提供氫 純提供OH 不是 不是 高中以後會教 這只是為了現在國中 讓你方便記這樣講的 然後剛剛跟你講過了 你就要會個中文 就是X酸跟Y醇 反應會變成X酸Y子 所以我告訴你 甲酸跟乙醇會變成什麼子 甲酸乙子 我說我是丙酸丁子 誰跟誰做的 丙酸跟丁醇做的 這個是要會的事情 這個是要會的事情 你看看它的中文 知道它是誰跟誰做的 我告訴你它是誰跟誰做的 你要知道它的中文是什麼東西 這是要會的事情 另外一件事情可以不會 比較不重要的 考試很少會出現的 就是 看到化學士 會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或者是我告訴你 我是 什麼子類 你會寫化學士 比如說 這個東西叫做 乙酸丁子 那我怎麼寫 你就寫大眼睛 COO 是大眼睛 然後呢 前面是酸 乙酸要幾個碳 兩個碳 這有個碳 再一個碳 然後呢 2N加1CH3 丁子 丁加1丙丁要四個碳 所以C4 H9 所以這叫做 乙酸丁子 就是這邊寫這個 乙酸丁子 你就會了 那我寫一個 我寫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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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 這什麼東西啊 一樣看大眼睛 前面幾個碳 四個 夾1丙丁 丁酸 後面幾個碳 五個 夾1丙丁物 物質 丁酸 物質 OK 就會寫 這件事情 不會比較沒有關係 考的很傻 但是我希望你會 我希望你會 我希望你會 看到化學士 就知道是誰跟誰做的 知道他的中文叫什麼 我給你中文 你可以解釋他的化學士 我希望你們會 就是看那個大眼睛 看那個大眼睛 去數就可以了 子類的密度比水小 蠻溶於水 這個件事等一下要用 然後易溶於一些有機的溶劑 然後可以用來做香 因為它有味道 還有香味 然後我會提到它 還有人工調味 還可以做一些溶劑 我們一些小分子的子類 都有水果香味 大分子也會有一些味道 也會有一些味道 那我們就有個表格 在這裡 完全不用背 1 看中文 知道他誰做的 丁酸甲子誰做的 丁酸加上甲醇 OK 看中文 知道他是誰做的 他是誰做的 知道他的中文 知道什麼 就是要會的事情 第二個 看你會不會 看到英文 知道中文 看到中文 會寫英文 看到中文 會寫話學士 看到話語言 知道中文 最好是會 所以我希望你會 像我講過 看那個大眼睛 長那個大眼睛來看 對 叫做子類 OK 就是我們一個重要的實驗 雖然我們現在 課本上沒有安排這個實驗 可是這實驗還是重要 你要記得 我現在要做子類 我們就是酸加醇 現在我找個乙酸加上乙醇 就是常見的酸 常見的醇 乙酸跟乙醇 放在四塊裡面 同時加濃油酸 為什麼要加濃油酸 我會告訴你 不能用乙醇 然後呢 放到熱水裡面 煮一煮 基本上就是隔水加熱 不要它直接在那邊跑掉 你就揮發掉 OK 然後做完以後呢 他說 加水 然後呢 上方 就是做完以後 往裡面加點水 它就會分兩層 為什麼會分兩層 因為剛剛講過了 齒類難溶於水對不對 它不會溶在 它會分開 然後呢 我要取上面那一層 為什麼 你剛剛講過了 齒類的密度比水來的小 所以平在上面 所以有加水 它就分兩層 拿第一管 取上面的取出來 用出來聞一聞 有香味 碳素少的齒類 有水果 香味 你這樣子 所以這個吃了重年 最後要 最後做完 會分兩層 我的齒類在上面這一層 因為難溶於水 所以分兩層 因為密度比水小 所以在上面那一層 然後 剛剛講說 這個時間要加濃硫酸 對不對 幹嘛要加濃硫酸 因為要當 催化劑 我前面的時候寫過了 前面在交催化劑的時候寫過了 此話反應要用濃硫酸 當催化劑 為什麼濃硫酸可以當催化劑咧 因為濃硫酸有什麼性質 脫水 把水弄掉 然後我們學過的 樂沙天類原理 有濃硫酸 產生紫加水 水變少 又怎麼樣 像連藥對不對 所以反應就會加速嘛 所以它會有催化的作用 所以在這個 企業裡面 我們用濃硫酸 當作催化劑 為什麼濃硫酸可以催化 因為濃硫酸有什麼性質 脫水性 有濃硫酸加醇產生紫加水 水被拿掉了 所以反應會變得更快一點 這就是 紫化的重要實驗 好 加濃硫酸當催化劑 為什麼可以當催化劑 我們最後結果分了幾層 紫類在哪一層 這都是我們要記住的事情 OK嗎 有人問得了嗎 沒有 請寫課堂練習 阿姨 OK 什麼 兩